欢迎回来 号称台湾脱口秀先驱的 卡米蒂习剧俱乐部有新的演出 特别来宾是最近的话题人物 冯光远 其实20年前 冯光远就在台湾推广单人脱口秀 而且他也写过搞笑和电影剧本 这次将和六位不同风格的脱口秀演员 一起演出 最近一脚跨入政坛 他当然也将台湾的总统大选 写进了脚本里 卡米蒂习剧俱乐部的演出场地 原本是在松烟附近 但是不堪房租飙涨 今年三月结束营业了 最近几个月他们就巡回演出 甚至跨海道中国大陆 用幽默进行两岸交流 专门演出喜剧跟脱口秀的 卡米蒂习剧俱乐部 集合脱口秀演员们 召开哈拉高峰会 最特别的是 这次还邀请了作家冯光远 他最近因为一脚踏入政界 曝光度大增 朱朱姐那天去大业大学 不是跟大家说 你们有按我的脸书 有按赞吗 问了这个 不好意思没有 问那个 对不起 脸书在哪里 很多人都问 好像只有一个人 说他有按赞 所以我觉得朱朱姐 如果在这样子的一种刺激下面 他明年万一 万一他没有选上 这个总统 那我觉得大业大学的这些学生 可能要小心了 为什么因为朱朱姐很可能 会申请去那个学校 当训导主任 那他很可能要去当训导主任 大业大学的同学 小心哦 冯光源曾经是资深媒体人 作家电影编剧 而且早在90年代 冯光源就开始发展脱口秀 当然主要他是在做嘲讽 或是漫画的 漫画或是文章的东西 可是他其实 十多年前就开始在搞 没事的脱口秀这样 所以也算是鼻祖之一 那脱口秀最重要的就是喜剧 就是用幽默的方式去看 这整个的自己的自己跟自己的周遭 还有整个他近期的人生 就算有台湾脱口秀十足在前 后生晚辈也用口才搞笑出击 告诉大家 韩冷那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人 我内涵还有非常非常多 奇奇怪怪的东西 而且你永远都会意想不到 无缝得了金钟奖 听说当年他曾经跟搜索情义 怎么样才可以变一个 好笑的演员 所以我跟他讲说 来来来 我教你 我给你讲一个经典的相报 你从里面去学习传播 他说有一天我到五十来 我去买珍珠奶茶 病人问我说 先生 你要不要用带子装啊 我说不 我要用杯子装 我每次只要想到这一幕 我就发觉我下去蛮好笑 脱口秀用搞笑舌疑幽默 看待人生 我喜欢你 我来探索情义 我来探索情义 大家可以做的